我覺得以現在的時代 差到15歲都OK 超過一輪都沒有關係 超過一輪我覺得都OK 而且你眼神喔 你的眼神一看 不要說看著女孩子 我看著你都被你的眼神勾住 你不要這樣子嗎 任霸 任霸 我請問你喔 那個當我們男孩子長成這樣子 就表示花心就對了 沒有啦 這還有很多點要配合 任霸 你不要擔心我們眼睛 如果眼睛不是長這樣子呢 那你的鼻子要比較鼻型 鼻子有問題 不要 這樣沒有用 我拿出來 面對現實 快點 男人是不是愛Yuki 這肯定是的啊 肯定是喔 對啊 因為你 我們當然要面對自己的問題 很多男人嘴硬嘛 可是我們很實際的說 正常男人你一定是喜歡新鮮感的 那嬌嬌愛不愛Yuki的呢 這我就含冤了 我是台灣最有名的愛Yuki的藝人之一 可是你回溯去講 小S差我六歲嘛 還好 還好 過了差很多 比起湯姆克魯斯我算還好 對不對 你跟湯姆克魯斯比大哥 你比得太正稱了吧 是嗎 現在是在給我吐槍 你吐槍 然後阿寶只小我一歲 可是目前在這個市面上 有一個叫嬌嬌幫的行為 裡面都買Yuki的啊 比如說 舉例來說 Selina年紀很小 Selina九歲還是比不上湯姆克魯斯 比奧娜多最新的新聞 她教了一個二十一歲的 差十歲 我這個還輸她一歲 我還要加油耶 那可是還是有很多不為人知的 差很多的 不為人知的 我還有比我老的 我還有交往過比我老的 真的假的 對 但是我很喜歡欣賞 我覺得我們欣賞美女合理嘛 就今天看到楊承寧很可愛 我就說她很可愛 小血 等一下 等一下 可是你知道嗎 這跟那個戀童癖那個 楊承寧說同嗎 楊承寧不是同啦 對啊 說十五歲以下是同 對啊 楊承寧已經二十有一了 就是已經不是同了 所以我覺得 那你講 其實女孩子 我們看日本那個傑尼斯有沒有 都十幾歲開始 在走跳江湖 對 所有粉絲都比他們老 那那不是喜歡Yuki 那你覺得 跟我們要差幾歲才算Yuki 我覺得以現在的時代 差到十五歲都OK 超過一輪都沒有關係 超過一輪我覺得都OK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身邊的都是女性友人 對 包括小米 包括韋山 Kiki Kiki 然後現在形成的局勢 我跟你們分析一下 是 明生報覺得我跟丁文綺 明友日報覺得我跟楊千佩 對 然後米聯合報覺得我跟Selina 大家在押寶 哪個報紙 這樣好 你跟這個 這叫奇人之福 對啊 你這地獄佛先生解釋 Nobie 這另外一個角度 對我們三個來講 是什麼字 功利 這種功利太厲害 不過我想功利的話 那真是 知道就比你差多了 不是啦 那我再事先待會 不是 我再事先待會 不是啦 我們從小到大跟這個 佼佼一起都認識很多年 對 其實佼佼這個人 他是不設防的 他不會說 他比如說好朋友 他覺得很好朋友 就是好朋友 就是掏心花粉 對 那他不會去想到說 那會被人家誤會 他不會去講這個 但是現在你知道媒體環境 他們不這樣做呢 就沒有 沒有 沒有賣點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轉過來 也認為說 其實人家也是幫你在宣傳 感謝他們 我不要這個宣傳 你為什麼不要呢 我這個上報 又不會多兩個節目 不一定會喔 你不能看現在喔 有一天你也會去上他們節目 不會 我今天弄完打死不上他們節目 擔心的上我們節目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有男生 跟這麼可愛的女生相處過後 你不喜歡他 是你永遠 我們也老實說是這樣 可是發之於情 此乎云領 這一點我還懂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也是前輩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是好朋友 平常心啦 其實我們圈子裡 也有很多女性藝人 是我們好朋友 對啊 今天不管媒體怎麼寫 隨便講三個出來 我們就放過你 今天不管媒體怎麼寫 我覺得平常心啦 因為每個人立場 跟角度不一樣 一切會雲淡風輕 但是還是祝福你跟Selina 不是 有個美好的幾個 你這個是越瞄越黑 沒有嗎 黃哥你剛剛講說 我一直講說 人家不相信你在親戚 有幾個三五個好朋友 對不對 其實你面相告訴我 你在群人應該有好幾個好朋友 因為你面相 你的眼尾的下 下 對 跟我一樣 你們看這邊 下垂 你不行 我們這上陽是虎眼 下垂是 他是另外一個眼 但是我不方便講 重點是說 挖眼 而且是這樣的 這樣的像 他是 性能力強 對 恭喜你 因為我也付這個像 所謂的慾望無求是性方面嗎 對 就是你強度很夠 恭喜你 這一般人沒有這個像 不是要看像是沒有 看這邊就好了 看這邊我就知道 是... 那這個挖眼是說 你本身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好衰喔 你負不責任 在跟這個像有關係 那他負不責任 對 那他負不責任 他怎麼樣 他的眼睛是他的問題點 那這個應該是 已經差不多更年期了 他的眼角有向下 走平的 他眼角有向下 不是 這位來看像的 你眼睛要睜開 才可以看 你剛剛沒有睜開 不方便看 我認為他是滿適合做女婿 因為他給他感覺很正直 他已經是人家的女婿了 已經是人家 所以他的外型 外型感他很正確 恭喜你得分 我得什麼分 因為罵一說 而且今天的主題 因為眼神看得比較花一點 今天主題根本是衝著他吧 他那個梁又玲事件 也是屬於佑玲 我跟你講 你跟梁又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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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什麼腳都沒關係 沒有啦 我以為說你們兩個差幾歲 就是傳出也是一個一個 可是我覺得 我不會跟同事在一起說 你幾歲啊 就是演戲嘛 對 通常都會有插槍組合的感覺 尤其是眼神 你的眼神一看 不要說看著女孩子 我看了你都被眼神勾走 不要這樣子嘛 任爸 任爸 我請問你 當我們男孩子長得這樣子 長成這樣子 就表示花心就對了 沒有啦 這還有很多點要配合 例如說呢 沒有 我剛剛講說 你的眼睛... 如果眼睛不是長這樣子呢 對 那你的鼻子要比較鼻型 鼻子有問題 不要 這樣沒有用 你拿出來 面對現實 快點 我這個眼睛 適不適合當演員 100%可以啊 你演感情戲是最優等的 當然如果你能夠演A片 你演的話更棒了 像我們更巧了 對 而且還有天生的天賦一名 對啊 沒錯啊 就算今天錄5集A片 你都還是興趣洋溢了對不對 絕對好 對 應該是這樣 沒錯 慢慢就我走到那邊 來 之前你會很桃花 歡迎收看 是 我自己因為身邊有很多 這個年紀的朋友 我其實是有點在做田野調查 很好奇 我發現說 你看像康康的女友 那我也知道 他們兩個差幾歲你看看 有差幾歲 當然康康身邊的友人 就會用一種態度就是說 康康是為了肉體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合理 搞不好他們這裡有真愛 真的 而且不公平 但是回過頭就是說 這些年輕人 根本不在乎長相跟年紀 你以為康康沒有金城武帥 在他心中他就是比他帥 對啊 對啊 我剛剛講說我曾經跟年齡沒有大的 嗯 交往 憑良心說是真的比較好溝通 是 因為大家對事情的看法 篤定的程度 是比較接近 對於人生的規劃 買房子這些 計畫 你說年紀比較大 對對對 那你怎麼不做侯元宴 我以前都會很篤定的說 不可能 可是我現在看到太多的不可能 都變可能 我也不敢說我不會追侯姐 哦 我現在不敢說 如果你追侯姐 我排第二名 哎呦 你也要追啊 會追 我先讓你插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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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說定了 好來 我想你們兩個一個月之內 都會有新的節目 耶 這個被你們試破了 你要不要追 沒有啦 年齡真的不是問題啦 就像你看 而且現在的女人都保養得很好 一般陳敏勳 你看那個何麗玲 你說我們不要講年齡 就像我們剛剛講 女人看男人 我們不要看年齡 我們現在如果不要管他的年齡 他們都是正妹耶 如果你碰到一個幼稚的 對 你要跟他鬥智鬥法 要花很長的時間 你如果沒耐心 那就切了 因為對他來講 他也沒在怕的 真的 機會太多 他們有最大的本錢就是青春 對啊 是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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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